大家好,我是小秋,阅读前麻烦您发财的小手点点订阅,您的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结婚当天,男朋友妈妈临时变卦,说八万八财里不给了,还让我把房子过户给男朋友弟弟一套,好让他找对象,不然就不来接亲。 我直接取消了婚宴,以为我怀孕了,就可以随意拿捏,没门。 零妖,在昏床上等了两个小时后,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原来订好的七点十八分进门,现在已经七点半了。 门外还没有一点动静,陈辉已经迟到了,我心里急得要命,手心微微出汗,周围的亲戚朋友都在窃窃私语。 摄像师跟一边的助理巧声道,真有意思,头一回上门录像,碰上迟到的新郎官。 路上不会出什么事儿吧,我一小心地瞥了我一眼,旁边的二舅,赶紧捅了一下他。 说什么呢?我妈面色焦急,挤过人群趴在我耳边小声道,陈辉怎么回事啊? 用不用打个电话问问,别真是路上出事儿了。 我心下一沉,也顾不得规矩了,掀起盖头摸出手机打给了陈辉。 电话响了几声,很快接通了。 我着急道,出什么事了?怎么还没来? 然而,接电话的并不是陈辉,而是陈辉他妈。 他妈答非所问道,小秦啊,这个八万八的彩礼,你今天能不能带回来? 我一愣,知道他妈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个,只能耐心解释道, 妈,咱那儿的规矩彩礼是不带回去的。 不过之前我肯定不留在家里,都存在我跟陈辉这以后过日子用,您放心吧。 他妈笑了一声,声音尖利。 小秦啊,你看你现在都怀孕了,你们小年轻的大手大脚也不会存钱, 你把钱带回来,妈给你们存着,到时候当做孩子的教育金。 我恍然大悟,感情这一家子,就等我这个电话呢。 怪不得之前为了彩礼闹了一个多月,突然松口了, 合着是等着结婚这天在拿捏我。 我抬头扫了一眼房间里的人,大家都静悄悄地瞅着我,听着我的电话。 我不想把自己的婚礼搞得太难堪,硬着头皮道, 妈,这件事咱们再商量,您先让陈辉来接亲, 这边亲戚摄像都等着呢,已经过了订好的时候了。 陈辉他妈却还不松口,你们年轻人不懂事, 最好还是要多听长辈的,我还能害你们吗? 我抬头看了一眼我妈,她满脸担忧, 双手就在一起盯着我,朝我做口刑,怎么样了? 我咬了咬嘴唇,酒店已经订好了, 情帖也都发出去了,亲戚朋友同事估计也都在路上了。 今天要是出什么事,丢了不只是我的脸, 还是我爸妈的脸。 我攥紧了拳头,深吸一口气, 行,妈,就按您说的办,这八万八我今天带回去。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 但我没想到我这边刚退了一步, 她妈居然又开口道, 这才是妈的好儿媳,对了,还有个事,你也知道, 灰子她弟也谈女朋友了,那小姑娘爸爸是个领导,也算配得上我们家刚子。 我急得要命,感觉汉已经冲花了头上的妆, 我知道她妈这时候说这些有的没得干什么,只能耐着性子听着。 陈辉她妈用一种命令的语气道, 这小姑娘我看着还行, 不过吧,人家要求刚子得有婚房。 我心里一个咯噔,不由自主地提高了音量。 那您是什么意思呢? 把我和陈辉的婚房给她弟弟。 那怎么能呢? 陈辉她妈呵呵一笑, 妈听辉子说, 前几年你家不是给你在城里买了套房子吗? 在什么,地水亭, 也有个百十来瓶吧。 你们现在也不去住, 就给她递做婚房吧, 一百出头是小了点, 不过我们家也不嫌弃, 先凑合一下吧, 等以后他们再换大的。 我简直被她妈这套说辞惊呆了, 一时间居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半晒后, 我指甲深深嵌尽手心, 强压怒火道, 妈,您把电话给陈辉。 我要看看, 这到底是她妈一个人的意思, 还是她们一家的意思? 如果陈辉也这么觉得, 那这个婚不结也罢。 陈辉她妈胸有成竹的冷哼一声, 过了一会儿, 电话那头传来陈辉的声音, 圆圆。 我闭了闭眼, 勉强压抑着怒气小声道, 陈辉, 你妈到底什么意思? 是不是我今天不把房子给你递, 咱们就不结婚了? 你也是这个意思。 我以为陈辉会向着我, 毕竟从各方面条件来说, 我都比她强太多了。 我985, 她普通一本, 我身高172, 之前是学校模特队的, 她也172, 我穿平底鞋都显得比她高。 更不用说我是城市独生女, 家里房产好几套, 父母都有正式工作, 而她家是农村的, 父母连社保都没有。 从定下要结婚, 她妈就开始出幺蛾子, 一会儿15万彩礼太多了, 要对半看, 只能给八万八。 一会儿家里没钱出首付, 婚房得用我们家的。 一会儿手头没钱, 酒席婚宴都得我家出钱。 为了能跟陈辉在一起, 这些我都忍了, 甚至还求着反对的我爸妈, 不得不低了头。 我以为她是感激我的, 理解我的, 可却没想到我一次一次的让步, 换来的是得寸进尺。 陈辉沉默了一会儿, 念如道, 圆圆, 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钢子是老陈家的哥啊, 我哪能自己结婚, 看着我弟弟打光棍。 你家房子那么多, 以后结婚了, 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 咱们做哥哥嫂子的, 应该帮衬一下我弟啊。 我终于忍不住, 也顾不得身边亲戚的眼光, 冲电话喊道, 陈辉, 你他妈疯了吧, 那房子是我爸妈买的, 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 我和你结婚得出婚房, 还得给你弟弟出婚房。 此话一出, 屋里瞬间安静了。 所有的亲戚都齐刷刷地看了过来, 我妈面色煞白, 身子晃了晃。 陈辉愣了一下, 声音比我更大的吼道, 秦源, 你们家出房子怎么了, 有钱了不起吗? 我就知道, 你家自始至终都没瞧得起我。 我气得浑身直哆嗦, 却又他妈在旁边喊道, 灰子, 不用惯着他, 有孩子绑着他, 咱怕啥? 秦源, 我告诉你, 你今儿不答应, 我们灰子就不去。 我倒要看看你挺着个大肚子, 你爹妈丢不丢得起这人。 听到这里, 我终于再也压抑不住心中喷涌的怒火, 我攥着手机的骨节生疼, 一字一顿道。 陈辉, 你别后悔, 我后悔, 我跟你说秦源, 你现在都有孩子了, 除了我谁还能要你? 你还以为你是小姑娘呢? 闹大了, 我看你怕不怕。 我胡乱擦掉眼角的泪, 不再多说, 猛地挂断了电话。 我妈凑过来, 眉头紧锁, 是不是陈辉他妈又出啥幺蛾子了? 我带着哭腔道, 他妈说了, 让我把彩礼带回去, 还要把房子过户给他弟弟, 不然就不结婚了。 我妈脸色灯湿惨白一片, 随即又涨得通红。 他眼里怒气抑制不住地喷涌而出, 嘴唇气得哆嗦起来。 不办就不办, 咱们家都赔钱嫁姑娘了, 他家还, 还这么不要脸。 我用尽全力把眼泪逼了回去, 拿起手机给酒店打电话, 不好意思, 我们婚礼不办了。 酒店工作人员先是愣了一下, 估计是没想到都要开场了, 突然不办了。 他有些为难道, 秦小姐, 您这样我们很难办啊, 都这个时候了, 您的钱, 我们没办法退啊。 我强撑着情绪道, 没事, 不能退就算了。 都这样了, 也不差这几万块钱了。 这个婚我基本上等于自己娶自己, 我没要三斤, 没要钻戒, 手上带着的, 还是陈辉花了几百块钱买回来的莫桑钻。 我没要房没要车, 只要了为了充面子的八万八彩礼。 然而我家付出的, 又何止十八万八。 我为了感情退步, 他们却蹬鼻子上脸, 全家人都试图趴在我身上吸血。 现在更是让我把我父母给买的房子, 给他弟弟。 我所做的, 从未求的感谢, 因为我把他们当作一家人, 不想算计, 没想到换来的是步步紧逼, 和得寸进尺。 我真的受够了。 02 一天得兵荒马乱后, 婚礼终于取消了。 忘了我打了多少个电话, 赔了多少不是。 我们老秦家的面子, 都在这一天丢干净了。 晚上我哭着抱着我妈, 我妈生我养我, 我不但没让她想一天福, 上了年纪还要跟着我操心。 然而, 我爸妈却没怪我, 只是摸着我的头安慰道。 也好, 要是结婚再出了这档子事, 那真是哭都没地方哭。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我们圆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 陈辉和他妈居然找上了门。 他妈重重地砸着门, 大嗓门透过门传了进来。 秦源, 秦源, 你昨天什么意思? 因为几句话, 婚礼就不办了。 你让我们老陈家面子往哪里割? 亲戚都来了, 酒席给取消了。 秦源, 你给我出来。 我们家的老小区隔音很不好, 周围的老邻居都认识了几十年, 他妈这么一嚷嚷, 整栋楼估计都听见了。 我爸气得把手机一扔, 大跨步地去开了门。 陈辉也没跟我爸打招呼, 皱眉吵我道。 秦源, 你也真是的, 我妈也没有提什么过分的要求, 何必闹成这样子? 我坐在沙发上, 目瞪口呆。 真是小刀娜屁股开了眼了, 感情他们家, 觉得这都是我的错呀。 没给我说话的机会, 他妈又接上了。 秦源, 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什么处境? 跟了我儿子这么多年了, 现在又怀上孕了, 传出去, 谁还要你? 你不赶紧趴着我儿子还坐腰, 你脑子进水了。 我已经听到邻居们开门看热闹的动静了, 想先去把门关上, 不要丢人。 可是他妈却插着腰站在门口, 故意提高了音量。 我气得浑身血液直冲头顶, 再也忍不住指着他妈鼻子大声道, 明明是你们昨天不来接亲。 婚车婚房我家出了, 酒席我家出了, 财力我也不要了, 现在还来蹬鼻子上脸要房子, 你真以为你儿子相赚了。 我他妈宁愿把孩子打了, 也不跟你儿子结婚。 陈辉他妈气焰更盛, 你装什么逼呢? 不就套房子吗? 你家有那么多房子给一套怎么了? 再说, 结了婚你家的东西, 还不都是我们灰子的。 陈辉一惊, 随即去捂他妈的嘴, 妈, 我恍然大悟, 怪不得他妈敢这么得寸进尺, 原来一直是打着吃绝户的主意。 找了我这个城市独生女, 他们就真觉得以后我家的东西 就都是他们的了, 提前拿一套房子怎么了? 我转头看了一眼我爸妈, 我妈浑身发抖, 脸上青红不定, 看着简直要直接绝过去了。 陈辉他妈还在大放厥词, 我告诉你沈小燕, 你这辈子就是个失败的女人, 连个带伴儿的都没生出来。 她神情自得, 似乎对自己生了三个闺女后, 又生了两个儿子, 大为骄傲。 你们以后有人养老送终, 摔盘好丧吗? 还不是得指望我儿子? 我爸妈都是文化人, 大学生, 哪里见过这么一套泼妇做派, 气得嘴唇直哆嗦, 指着他妈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顿时怒从心头起, 骂我可以, 骂我爸妈不行。 反正我也不打算结婚了, 干脆落相胆边生, 上前一脚把陈辉他妈踹了出去。 妈的老砸碎, 你死了我肯定找人哭丧。 他妈万万没想到我感动她, 一屁股坐在地上傻了一会儿后 就开始大声哀嚎。 打人了? 打人了? 儿媳妇打婆婆了? 救命啊! 陈辉也拧紧眉头, 冲上来仰起巴掌。 秦源, 你他妈敢动我妈? 我。 他还没说完, 我爸就冲过来抄起家里的扫把, 一把打在他身上, 快滚! 不然, 我就报警告你们, 寻衅滋事。 我妈干脆拿出手机来做事, 要打110。 这下陈辉怕了, 他怕闹大了, 影响他工作。 平时温文雅的我妈这是真忍不住了。 陈辉, 你真以为我们家是吃素的? 现在什么也不用说了, 就当我们家瞎了眼了, 赶紧领着你妈滚蛋。 行。 不劫就不劫, 秦源, 你等着。 咱们走着瞧。 陈辉撂下一句狠话, 回头愿读地看了我一眼。 他妈还想撒泼打滚, 陈辉却怕我家真的报警, 三下午除二把他妈扶起来拽走了。 03。 这天晚上, 我躺在床上, 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是没有为陈辉付出过, 但是人都是有底线的, 为了爱他, 我可以让步, 却不可以被一次又一次地践踏底线。 大学四年, 陈辉一个月生活费五百, 我一个月五千。 我爸妈觉得女孩子要富养, 不能心疼钱。 但是其实一开始她也不是这样的, 是后来她知道我的生活费后, 她妈就把生活费从一千五百缩水到了五百。 她只跟我说是家里条件不好, 但我很清楚她妈的意思。 无分是觉得跟我在一起了, 不花我的钱白不花, 占我家的便宜把了。 这四年里, 她几乎一切需求都是我买单。 她的衣服鞋, 我们出去吃的饭, 甚至她摆的阔请设有吃饭, 都是我买单。 一个月五千生活费是不少, 但是平摊在两个人身上压根就不够用, 在女生爱美的年纪, 我没有为自己买一套好的化妆品。 大学毕业, 陈辉告诉我刚入行, 同事们都开好车, 这样出去谈业务事半功倍。 而她的家庭条件仅仅可以买辆二手飞肚, 所以出去谈业务总是不成, 让我给想想办法。 我当然知道, 谈成的业务首先是因为能力, 而不是一辆好车。 但是因为爱, 我答应了, 我以自己需要车为理由, 跟我爸妈要了一辆五十多万的宝马, 这辆车后来就一直给陈辉开, 我自己挤地铁上下班。 后来她又说她爸妈穷, 每天种地很辛苦, 买不起房子。 于是我又跟我爸妈磨, 让他们给我买婚房。 现在想想, 我真恨不得窗回去抽自己一个大嘴巴子, 我爸妈养我不如养块叉烧。 但是陈辉一开始并不是这样的, 一开始他对我特别好, 百般呵护, 是会为了我一句想吃蛋糕, 半夜两点穿越大半个城市, 去给我买回来, 别人口里的绝世好男人。 他其实并不算是我喜欢的那种男人, 但是我逐渐沦陷在他对我的好里, 慢慢对他产生了感情。 后来又为了这份感情, 一再让步。 是从什么时候他变了呢? 是我一次又一次地让步, 养大了他的胃口, 还是他觉得拿捏住了, 才暴露出了本性呢? 我不知道。 我咬了咬嘴唇, 摸着自己的小腹, 那里此刻正有一个小生命在孕育, 只可惜我不能留下他了。 第二天, 我在我妈的陪同下去留了产, 上手术台的那一刻, 我的心都在颤抖, 好像万箭穿心一般, 疼得我几乎闯不上气来。 我没有期待过这个孩子, 但是他的意外到来, 却让我心里有了种奇妙的感情。 逛街路过母婴店的时候, 我会进去看一看, 想象着这些可爱的小衣服 穿在他身上的样子。 我希望他能多随我一些, 又希望他能更像陈辉。 我曾在夜里梦到过他的样子, 小小的一团, 叫我妈妈。 可是现在, 我却要亲手杀死他。 我闭上眼睛, 在昏睡的前一秒流下眼泪。 出了院后, 我请了一段时间的病假在家休息。 康复的不仅是我的身体, 还有我千疮百孔, 筋疲力尽的精神。 就这么过了一个月, 我拉黑了陈辉的所有联系方式, 终于稍微平复了心情。 出了小月子后, 我回到单位上班, 本以为风波过后可以安心重新开始, 远离渣男了, 却没想到陈辉他妈又开始作妖了。 他居然来我单位闹了。 零四, 第一天回单位, 手头的事攒了不少, 我正忙着写材料, 却突然听到门口一声尖利的叫声。 秦缘, 你个没叫养的东西, 你给我滚出来。 我浑身一震, 猛地拧过头去, 只见陈辉他妈正死命地推着保安小哥, 表情扭曲, 高声叫骂道。 臭开门的, 你给我死开。 别拦着我。 管事的呢? 管事的出来, 你看看你们招了什么不三不四的东西进来。 同事们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一个个都抬起头来, 火也不干了, 伸着脖子看热闹。 一边的小齐轻轻戳了戳我, 犹疑道, 秦姐, 你老公, 不是, 那是不是你前男友他妈呀? 之前定亲的时候我在朋友圈发过合照, 同事们大多见过。 我顿时感觉面色赤红, 无地自容。 这种事儿在自己家闹起来已经很难看了, 更别提到了外面, 我只感觉脸都被人扒下来踩了。 经理听到声音也从屋里出来, 他有些惊讶, 赶紧上前道。 大姨, 你干什么呢? 我们在正常办公, 你这样会影响我们工作。 有什么事儿, 咱们私下说, 来我办公室。 我不进去, 我就在这说。 大家给评评礼。 陈辉他妈发了疯似的, 用手指着我吆喝道, 就是这个女人骗婚骗钱, 为了拍上我儿子不择手段。 用怀孕来要挟我们家。 到了结婚日子说翻脸就翻脸。 我儿子命苦啊, 勤俭都发出去了又取消了, 我们家的脸都丢光了, 我不活了。 说着, 他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开撒泼打滚。 旁边一直和我不对付的同事小声嘀咕, 前一阵就听说昏迷结成, 看来小秦真不是个东西, 估计是嫌他男朋友穷, 攀到这儿去了吧。 我顿时怒火中烧, 蹭了一声站了起来。 这他妈的该死老前婆, 挨打没够, 就而我非得让他见识见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我大跨步走到他妈面前, 恋无表情道, 你说我骗钱骗婚, 我到底骗了你什么钱? 他妈一愣, 随即继续撒泼道, 彩礼, 你骗了我家的彩礼。 这下同事们也都开始窃窃私语了, 一个个看着我眼神不屑。 我捏紧了拳头, 深吸一口气冷静道, 一开始说好了彩礼二十万, 你说家里没钱, 给八万八, 行, 我同意了, 然后这八万八还要我带回去给你小儿子娶媳妇, 我他妈早就还给你了, 我欠你什么钱, 关开吧。 陈辉他妈脸色瞬间赤红, 指着我鼻子骂道, 小贱人, 你说什么呢? 有爹生没娘养的东西。 我没搭理他, 继续道, 你儿子没房没车, 这些年一直靠我养着, 你一个月生活费就给五百。 说着, 我转过头去看着同事们, 大家给我评评理, 一个大男人一个月五百够什么, 他儿子还要买电脑买球鞋, 都是我出的钱。 这些年光生活费我就砸了十好几万下去, 吃软饭也没有这么个吃法的吧。 同事们纷纷点头, 组长王姐干脆嘲讽道, 大姐, 你这蒜袍打的美国都听着了, 敢请你们家这想吃绝户啊。 另一个大哥也乐了, 吃软饭的见过, 这么软饭硬吃的没见过, 真是长见识了。 我继续道, 你还逼着我把我爸妈的房子, 给你小儿子一套, 给他结婚用, 不给就不结婚。 咋的, 你儿子是出来卖的, 卖给我们家了。 我盯着陈辉他妈喷火的眼睛, 露出了一丝讥讽的笑容, 不屑道, 你那废物儿子, 也能卖一套房。 你做梦呢。 陈辉他妈理亏, 被我一顿对说无出话来, 张红了脸就猛地站了起来, 也不打滚了, 对着我的脸扬起巴掌, 这就是你跟长辈说话的态度。 今天我就替你爸妈教教你。 他的巴掌没来得及落下, 我一把稳稳地掐住了他的手腕, 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一字一顿道。 你今天动我一下, 我肯定弄死陈辉, 他的工作是谁安排的, 你是不是忘了? 陈辉他妈听完我说的话, 瞬间结巴了。 他估计也想起来, 凭陈辉那个二本学历, 找不着什么好工作, 还是我爸把他安排进了朋友的公司。 你,你, 你他妈在说什么呢? 我们家虽然条件一般, 但是我们辉子有本事, 都是凭自己打拼的。 我是心疼孩子, 要不我们老陈家会让你这种人进门? 好一个凭自己打拼, 说出来的话自己信吗? 我看够了这对恶心母子, 继续演戏做法了, 最后我把目光投向他, 我告诉你, 以后不用再拿孩子来要挟我了, 我已经打掉了。 把我的车三天内给我还回来, 不要再骚扰我, 三天没还回来, 我就报警了。 随后我转身离开, 一听我把孩子打了, 陈辉他妈傻了, 片刻后他尖叫道, 秦源, 你给我站住, 你有什么资格打掉我的大孙子? 你给我说清楚, 你赔我精神损失, 我忍无可忍, 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 你闹够了没有, 留队, 把他轰出去, 不准再放他进来。 经理大喊保安, 这次一米九人高马大的保安小哥没在留守, 拖小鸡仔似的把他拖了出去。 被拖走的时候他妈还在不停地辱骂我, 好在经理跟我爸妈都认识, 也知道我家的关系, 没有怪我。 只是路过我身边的时候叹了口气, 小秦啊, 找男人可得擦亮眼睛, 给你放两天假, 回去歇歇, 平复好了, 心情再来吧。 我点点头, 心里感激, 随即收拾了一下东西, 准备回家。 但是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 凭什么他妈仗着不要脸, 就可以一次一次地糟践我? 如果不让陈辉付出代价, 他家还会不停地做药。 有种来搞我, 就得付出代价。 零五, 下午回去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年在陈辉身上的花销全部裂了出来, 又把所有的转账支付记录, 陈辉开车炫耀的照片, 还有他妈非要我家把房子过户给他弟弟, 不然就不结婚的聊天记录, 全部做成了常微博。 说实话, 我自己算的时候都吓了一跳, 我怎么没想到, 今年累月的, 我给陈辉花了这么多钱? 他经常跟我哭穷, 索要礼物, 各种转账礼物, 加起来, 居然有二十万之多。 我磨了磨牙, 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嘴巴子, 随即把长微博发到了网上买了热门。 求助, 在一起四年, 给男朋友花了二十多万, 男朋友开着我的车, 住着我的房, 还要我把彩礼带回去, 逼我把我爸妈的房子过户, 给他弟弟结婚用, 不然就不结婚, 我一气之下退婚之后, 他妈又来我们单位闹, 怎么办? 微博一开始没掀起什么波澜, 直到我花钱买了热门之后, 热度才开始节节攀升。 等早上我睡醒的时候, 手机已经几乎被打爆了, 几十个未接来电和无数消息 不停地在我手机屏幕上刷新。 我慢条斯理地坐起来, 打开手机。 果然, 所有的我们共同群都炸了, 我的微博同步到了同城, 很多关注我的大学同学也都看到了。 他们把长微博转发到了大学群里, 陈辉的工作群里, 甚至还有我们之前住的小区业主群里。 除了小部分杠精, 大多数人都在讨伐陈辉。 卧槽, 真你妈长见识了, 也太给男人丢脸了。 吃老婆的, 用老婆的住老婆的, 连自己弟弟结婚的房子, 还有老婆出, 这他妈不是找了的老公, 这是找了个亲生儿子啊。 这人我认识, 之前一直开了辆宝马, 跟我们说是他自己的, 搞了半天是他女朋友的, 乌鱼子。 我微笑着看着所有的消息。 这些长微博里, 我几乎没有暴露自己的信息, 即使有些人知道我, 我也只会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出现。 闹得这么大, 陈辉的工作是别想要了, 他的名声估计也彻底臭了。 我随手接了一个不停打来的陌生电话, 刚刚接通, 电话那边就传来一个暴怒的声音。 秦源, 你他妈的要干什么? 他的声音气急败坏, 好像恨不得从电话里钻出来掐死我。 我笑了笑, 柔声道, 我要干什么你没张眼睛, 看不到吗? 秦源, 你他妈太狠心了, 我努力这么多年, 得到了一份工作, 就毁在你的手里了。 你不得好死, 陈辉暴怒,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已经传开了? 你现在赶紧把微博删了, 说你都是在胡说八道的。 我冷笑一声, 你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 别恶心我了好吧, 软饭硬吃也他妈不怕崩了你的牙口。 秦源, 你他妈给我闭嘴, 赶紧把微博给我删了, 否则, 我告你诽谤, 我让你进去蹲橘子。 你不让我好过, 你也不用好过。 我真的被气笑了, 以前我被蒙蔽了双眼, 现在才发现, 这个傻逼不仅是掉前眼里了, 竟然还是个智障。 陈辉, 我求你赶紧去告我, 另外, 我再跟你说一遍, 离我给你的期限还有一天, 如果你还不把车给我还回来, 后果自负。 到时候, 我冷哼道, 进去蹲橘子的可就不知道是谁了。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 爽, 这种傻逼的真面目, 就应该被更多人知道, 给士林女性避雷, 我真是功德圆满。 刚挂电话, 和陈辉一个单位的履历, 给我打来了电话, 履历是我大学同学, 之前我们玩得还不错, 八成是要跟我说陈辉的事。 果然, 一接起电话, 履历就幸灾乐祸道。 圆圆, 你听说了吗? 陈辉被辞退了。 卧槽, 我们经理一整个暴怒, 说他吃软饭都不会吃, 让他收拾铺盖, 走人回家, 吃他妈做的吧。 你当时没在现场真是可惜了, 陈辉脸都绿了, 给经理下跪求他, 我看着都解气。 我心满意足, 好些还在后头呢? 陈辉是不可能把车还给我的, 跟这家人, 我还有一场恶仗要打。 看完了所有消息, 我躺在床上翻了一下微博评论, 热度高的都是骂陈辉的。 这条微博已经上万评论了, 不仅是我们本地, 甚至还有很多外地吃瓜网友涌了进来。 我突然翻到了一条, 吃瓜了, 吃瓜了, 渣男已经被公司劝退了。 我有现场图, 还有一条热评, 简直给我逗笑了, 这次我站男主, 紧接着我点开评论的首条回复, 是他自己回复的的坟头, 下边评论都是, 没收住刀, 拉出去后葬了吧。 我慢慢翻着评论, 也有一些杠筋在跳脚, 不过不用我回复, 吃瓜群众已经给他们骂没了。 我叹了口气, 实在不是我想把事情闹成这样, 但是人善被人欺, 马善被人欺, 别人都踩在我脸上了, 容不得我不反击。 零六, 醒来已经是十点多了, 这么多天, 好容易睡个好觉。 我看了探表, 等着陈辉把车还回来, 从此和他再无瓜葛, 可是从早晨十点, 一直等到晚上十点, 也没有一点动静。 我就知道他家不会这么轻易地把车还回来, 八成还是打算耍无赖, 觉得我撑死跟他们打打嘴仗, 不会真的怎么样。 既然这样, 那就别怪我了。 第二天一早, 我和朋友就早早去了陈辉家。 我们家在市中心, 陈辉家到了他家在郊区, 路程大约四五十分钟。 一到楼下, 我就看到了那辆宝马车正停在一边的车位上。 陈辉还在我的车上贴了贴纸, 他真以为是他的车了。 我也不上楼, 直接在楼下大吼道, 陈辉, 你给我滚出来, 你不是愿意缠着我吗? 今天我来了, 赶紧还我车。 屋里先是静了一瞬, 然后楼上传来陈辉他妈的叫骂声, 他蹬蹬蹬地跑下楼来, 边跑骂人。 小贱人, 你还赶到我家来, 找死啊你。 这个声音简直是太熟悉了, 刺耳又令人作呕。 陈辉家的邻居们纷纷从窗上探出了头, 大家脸上都是一副看热闹, 不嫌事大的表情。 一个中年妇女手里还拿着铲子, 兴奋地看着我道, 哎, 你们看你们看, 这不是老陈家的儿媳妇吗? 这才结婚几天, 怎么就跟婆婆打起来了? 没结婚, 另一个老太太神秘兮兮道, 前几天我还听陈辉他妈说他媳妇毁婚, 还打孩子。 哎哟, 那估计不是什么擅长啊? 那可不是, 老太太笑兮兮道, 陈辉他妈你也不是不知道是什么样人, 搓摸媳妇有一套呢? 听着陈辉邻居们, 你一言我一语, 我就知道, 陈辉他妈平时没少说我坏话。 他妈不是爱说吗? 跟谁没张嘴似的? 我轻了轻嗓子大声道, 大家给我平平礼, 我今儿来不是为了和他们家吵架的, 我就是想拿回我自己的车, 我们家花了五十万买的车, 现在陈辉给我扣下, 不还给我了, 抢你人的车是怎么回事? 一个大娘从楼上喊我, 闺女, 你们咋不结婚了呢? 我平静道, 陈辉他妈结婚当天, 让我把八万八彩礼还回去, 不然就不来结亲, 还要我家一套房子, 给他小儿子陈刚做婚房, 我家没钱, 养不起这么多人, 没办法只能不结婚了。 我这话音刚落, 满楼的邻居就到吸一口凉气, 之前拿着锅铲的中年妇女, 看着跟陈辉家就不对付, 落井吓十道, 哎呦, 这是长见识了, 没见过儿媳妇, 还得给小叔子出婚房的, 感情这不是当嫂子来了, 这是当亲妈来了呀。 所有人哄堂大笑, 陈辉他妈又刺起了牙, 大叫道, 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你跟着瞎起什么哄, 你个死婆娘, 就你长张嘴。 其实陈辉他妈的反应我, 早该想到, 我看向后面跟下来的陈辉道, 陈辉,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 我的车你是还, 还是不还? 陈辉半天挤不出一个屁, 他妈倒是快, 还你车, 我们凭什么还你车? 那是我家的车, 未经我的允许, 你就打掉了我的孙子, 这是你给我们, 辉子的精神损失费。 哪来的, 就滚哪去吧? 刚才大姐又开口了, 头一次见这男的跟女的, 要精神损失费呀, 你这大儿子, 成了黄花大闺女了, 咱们家里有闺女的, 到时候谈对象, 可得擦亮眼, 别找了这样的人家。 我没再多说, 事已至此, 陈辉家的态度, 我已经看得很明确了。 我直接拿起手机, 打了110, 简略地说了一下经过。 陈辉他妈依旧不依不饶, 舔着一副猪头脸说道, 报警, 你还敢报警, 你看看警察管不管你这点破事。 我点点头, 那就看看警察到底管不管吧。 没过一会儿, 一辆警车就从小区门口开了进来, 停在他家楼道前面, 警车上下来两位警察, 一男一女。 你好, 请问是你报的警吗? 女警环视了一眼四周问我, 我还没说话, 陈辉他妈就恶人先告状道。 警察同志啊, 你们可要为我老婆子做主啊。 我们老陈家辛辛苦苦准备的婚礼, 而媳妇说不解就不解, 又打掉了我的孙子, 让不让人活了呀。 陈辉也站了出来, 指着我说, 警察同志, 就因为一点家庭的事, 他到处诽谤我, 说我坏话, 导致我现在工作也丢了, 这涉嫌诽谤, 你们应该把他抓起来。 两位警察听完他们说的话, 皱了皱眉转向我, 说, 到底是谁报的警? 我不急不忙地, 把整件事从头到尾跟警察同事说了一遍, 并拿出我购车发票和机动车证。 我认为, 他们已经涉嫌故意侵占他人财产, 但是我所要不回来, 所以才报警寻求帮助, 给你们添麻烦了。 女警听了我的遭遇, 脸上有些同情, 不麻烦, 应该的。 随即他扭头, 跟陈辉他妈好声好气道, 大意呀, 你看人小姑娘也拿出他的购车发票和机动车证了, 这确实是属于别人的资产。 你们的家庭矛盾我们不能说什么, 但是车还是要给人还了呀。 一听这话, 陈辉他妈不干了,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 你这警察就会欺负老百姓, 他是给你什么好处了? 他跟我儿子睡了好几年, 这是给我儿子的精神损失费。 警察都被气笑了, 警告他道, 请您说话注意点, 什么叫给我什么好处了? 既然说个清楚, 你们都跟我回所里吧, 走。 陈辉他妈立马在地上打起了管, 哎呀, 哎呀, 警察打人了。 陈辉一看他妈受欺负了, 上前推了女警一把, 你干什么呢? 小心我曝光你。 女警面色立刻严肃起来, 指着陈辉道, 警告一次, 你这是袭警行为。 他还没说完, 陈辉他妈就立马从地上爬了起来, 呲牙咧嘴尖叫一声。 敢欺负我儿子, 我跟你拼了。 他妈上前, 一把拽住着警察的衣服, 右手向警察的脸上挠去, 嘴里还在哀嚎。 警察打人了? 警察杀人了? 我被眼前陈辉一家的所作所为, 惊呆了。 从头到尾, 这两个警察都没说什么, 陈辉他家居然又开始撒泼了。 他妈大概是习惯了撒泼打滚解决问题, 觉得所有人都要吃这一套, 但是这可是警察呀, 他不会真觉得警察也吃这套吧。 我当年怎么瞎了双眼, 看上这么一个人啊, 简直刷新三观, 不可思议。 警察后退一步, 大鹤道, 助手。 现在对你进行第二次警告。 第二次警告, 陈辉他妈当没听见, 不依不饶地撕扯警察。 你们快滚, 这是我们家务事, 轮不到你们管。 第三次警告, 上手铐, 带走。 在陈辉他妈再一次去抠男警察眼睛的时候, 他瞬间握住陈辉他妈的胳膊, 把他按倒在地, 刷刷上手铐, 带着就往车上走。 在场所有人谁也没想到, 事情居然会如此发展, 到了现在已经没人在关心车的事情了,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 看着被带上车的陈辉他妈还有陈辉。 陈辉他妈还不老实, 边哭边好, 然而动作却明显有些害怕了, 不敢再撒破。 干嘛呀? 干嘛呀? 你们这是欺负老百姓? 警察这次没再搭理他, 直接启动了警车对我道, 姑娘, 你也一起来坐个笔录, 我们车上坐不下了, 你开车跟着吧。 万万没想到, 事情居然会这么发展, 我点点头, 哭笑不得地跟上了警车。 等到了警局, 陈辉一家终于怕了, 对着警察老老实实认错, 说自己不懂法。 可是一提到车, 他妈还是不想还, 口口声声说, 这是我给他儿子的青春损失赔偿。 我干脆叫来了我爸妈和律师, 最后直接报警, 立案了故意侵占财产。 一开始, 陈辉他妈还很硬气, 觉得这是家务事, 后来听警察说, 情节轻得, 判两年以下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 判两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才傻眼了。 他哭着抱着我爸妈的大腿, 求我们别起诉。 我爸冷笑一声, 晚了, 我们把车还给你, 海里你还不行吗? 他妈撕心裂肺道, 心疼得好像是自己家给出去了一辆车。 我妈厌恶地甩开他, 废话, 那本来就是我家的车, 你儿子不是想让我闺女进去蹲橘子吗? 他自己先进去蹲着吧。 07, 两个月后, 陈辉判了, 三年零六个月。 这下他彻底完了, 以后一辈子都完了。 陈辉他妈因为袭警拘留出来后, 跟着儿子开庭, 在听到宣判结果时, 当场就晕过去了。 醒了之后, 他用最下流最恶毒的语言, 咒骂我们一家, 那眼神恨不得活吃了我, 我冲他笑了笑, 看着他因为扰乱法庭秩序, 被法警直接带出去了。 这下, 他们全家都完了, 陈辉工作丢了, 进了橘子。 他弟弟因为没有婚房婚事也黄了, 陈辉他妈更是没有工作, 只能蹲在家里, 名声也臭了。 等陈辉出来, 一家人就只能挤在几十平的小房子里, 聊此残生了。 从法院出来的时候, 我看着外面的天空叹了口气, 我其实一直不想把事情闹成这样, 对我来说, 我只想找一个爱的人, 共度一生, 寓意一个爱情结晶。 我不想算计别人, 可也不想让别人算计我。 这一场看起来是我赢了, 可我也失去了很多, 不过最大的收获, 就是看清了渣男的真面目, 躲过了这一劫。 有时候我在想, 或许是上天垂帘, 不然如果真的结婚了, 事情就不会这么轻易结束了。 我爸看我心情低落, 搂着我的肩膀安慰道, 咱们原人有福气, 以后肯定能找得好的。 我妈也过来握住了我的手, 对, 妈妈回去再给你介绍几个, 都是个顶格的好小伙。 看着他们关切的表情, 我心头的阴霾逐渐散开。 我还有最爱我的家人, 还有无限的可能。 而曾经伤害过我的人, 却只能在橘子里 把牢底做穿了。 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 好啊, 我笑道, 给我介绍十个。